又到了羽木回国季 如果要问我原嫁马来西亚后有哪些遗憾 其中一定有遗憾无法参加很多朋友的婚礼 今年回国的时候 正巧遇上从初中走到现在的好朋友结婚 就算是在回城的前一晚 也要特地的从全州跑到实施参加他这一场婚礼 顺便也带我的马来西亚老公见识一下 在中国的闽南式婚礼是如何的 早上的接亲仪式最特别的呢 就是会在新娘身上带满金饰哦 到了晚上迎宾的时间通常是六点半开始 那当天因为塞车我们到的时候 正好遇上了八点的仪式入场 看着好闺蜜缓缓走进礼堂 真的不由得感慨 曾经的我们现在都以为人气了 但只要我们都幸福快乐这就足够了 在酒店进行的婚礼流程呢 跟在马来西亚的差不多 倒是婚宴吃的不太一样 闽南婚礼最重要的菜品 一定要有各种海鲜 龙虾 螃蟹 针鱼 鱼翅 鱼镖 还有无论如何都会出现的鸡和餐后甜品 不得不说现在吃饭和敬酒的流程呢 比起以前都简化了许多 但还是有让我老公为之震惊的时刻 比如大堂门口排两排的祝福花篮 还有自由组合的喝酒划拳活动 这在马来西亚还真的没有看到过 你们也有什么很特别的婚礼体验 欢迎留言跟我一起分享哦 好吗 好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